强症来袭瞬间 主人赶紧把三只毛小孩 报警处理 其中一只黑色小狗 还吓到疯狂吠叫 4月3号花莲强症 全台剧烈摇晃 还有目击者拍到 龟山岛落石滚下的惊人画面 虽然已经倾斜或倒塌的房屋 几乎不可能维修 不过这次伤亡人数 没有想象中的多 让CNN主播大赞台湾的防災能力 美国专家表示 花莲这次地震规模如此之大 伤亡人数低 房屋倒的也不多 证明在经历921大地震后 台湾在抗震上花了不少心思 美国地质专家说 如果同样规模的地震 发生在其他国家后果 不堪设想 CNN报道指出台湾在921强震后 修订新的建筑法规 对于这种等级的天灾 已经做好准备 因此在强震来袭时 才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